大家好,我是惠惠,快过年了 年夜晚上必不可少的就是炸丸子 象征着腾腾圆圆 很多人在炸丸子的时候 不是放淀粉,就是放面粉 其实都不对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炸丸子的正确做法 保证炸出的丸子外焦里嫩 而且一点不吸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菜切碎 切好之后放入盘里备用 准备一段大葱 先给它对半切开 再对半切开 切成葱花 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片 切条之后再切成小丁 和香菜放在一起 准备一个大碗 放入一块豆腐 带上一次性的手套 给它抓碎 搅拌均匀 先放一边备用 准备两个馒头 掰成小块 放入搅入机里面 把馒头搅碎 看一下 打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稍微有一点颗粒呢 是没有关系的 准备一块肥瘦 比例是2比8的猪肉 给它剁成肉馅 剁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直接放入大碗里 把豆腐加进来 放入葱姜 香菜 放入馒头碎 往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 放入适量的盐 调个味儿 再来一点胡椒粉 来一点老抽上色 用手再次抓拌均匀 用手把肉馅再揉一下 给它揉成这种粘稠度 就可以了 用勺子取一团 放在手心里面 先给它捏一下 再团圆 这样就可以了 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用筷子搅散 把肉丸放入鸡蛋液里面 上面都裹上一层鸡蛋液 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 下入裹好鸡蛋液的丸子 一锅炸不完呢 我们可以分成两锅炸 都下进去之后 先不要着急搅动 稍微定型呢 给它轻轻地翻动一下 让它受热均匀 全程一定要用中小火慢炸 中间呢 我们要多给它翻动一下 让它受热均匀 看一下 早下的这种呢 已经快变色了 还要继续炸 看一下 这个丸子最后都漂浮起来 炸着金黄色就熟了 控油捞出 我们的炸肉丸就做好了 光看了就非常的有食欲 表面呢 是特别的酥脆 掰开看一下 里面是特别的鲜嫩 因为外面裹了一层鸡蛋液 里面呢 是一点都不会吸油 吃起来非常的好吃 炸完色的时候 不要放面粉和淀粉了 里面加入两个馒头 吃起来蓬松渲软 而且非常的好消化 每年过年 我家都会炸上这么两大框 用它来做火锅 或者是炖菜 都是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们 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后卫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 拜拜